新年第一天开趴 受邀者竟咬掉主人耳朵 新年的第一天 原本想好好泡个热水澡 却因为这位老兄 自以为是拳王泰森 咬掉了别人的耳朵 哎呀 全都变了掉 这位银行家 他原本在美国掩护城 办了家庭派对 但是呢 跟着嫌犯Brian David Bojack 在泡澡时起了争执 两人当时为了大公司 和阴谋论者等事起了争议 银行家于是把Bojack 拒于门外 这名43岁的嫌犯 于是拿起放在庭院的家具 开始敲打房子前面的窗户 搞得银行家 不得不出来阻止他 出来之后 Bojack把银行家压倒在地 而且据报道指出 他在开卡车逃走之前 还把这位可怜的老兄的佐尔 咬掉了一大块呢 这位失去大部分耳朵的银行家 最后被送往了医院 在医院告知警方事情经过之后 警察立刻前往搜索逮捕Bojack 但他后来却自己自首了 这位拳王泰森粉丝 因为一时的冲动 现在得面临重伤罪 儿童目睹家暴罪 毁害财务罪 和罪泰下犯罪等指控 而可怜的受害者 他的耳朵无法接回 所以之后还需要进行重建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